各位channel观众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高兴周一我们在空中见面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一 那当然太阳还是在10月的最后一天 升上来了我们新闻也端出来了 那当然今天一开始感到非常令人痛心遗憾的是在 韩国当地时间周六晚上的这期 离泰院惨案 那我相信到今天早上为止大家对于这整个案情有了许多的了解 当然更遗憾是当中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在这次惨案当中踩踏事件中不幸遇害 那当然这是一起意外悲剧 但往往悲剧都是那么的无情 这个将近150多人的丧命 对对来讲这个对也是算是150多个家庭的破碎 这个真的是痛心啊真的很痛心啊 好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希望将来悲剧啊不要再继续发生啊 所以以后这个但年轻人有的时候总是喜欢热闹嘛 但安全第一 那当然我想这个地方政府对于这种大型活动还是要有一定的责任了好不能都推给民众说因为你们爱去嘛对不对啊10万人涌到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你想不出事才怪哈 好了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呢在到目前为止美国中期选举啊 因为民主党的选情是告急啊 连前美国总统欧巴马都亲自出动了啊 在这个南方啊Georgia这些州啊去拉票了开始拉票啊 摆明的是这个拜登啊已经不太够力啊 这个贺锦丽也不够力啊或忙不过来啊 要救火的地方太多了啊这个不然选区就丢掉了议员一定着急啊快来人救命啊 好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现金局势还看到美国白宫啊也发了消息说在这个马上即将来到的11月份 这个总统拜登跟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啊有一连串的行动 那当然呢这个拜登总统要去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气候变化公约 第27次缔约大会啊 这个在埃及啊要去参加 同时还要去参加东协啊 这个峰会啊在柬埔寨11月10号到13号 另外要参加20国集团啊 峰会G20在11月15号到16号 这个行程排满满啊那当贺锦丽呢还会去参加APEC亚太金合会的这个会议啊 这个会议啊11月18号到11月19号 好我们就要讲到拜登这次出访当中啊最重要的关键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在G20峰会的时候 会不会跟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见面 当然呢这是大家的期盼啊 那为什么呢 哎就是敬为点名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见还是不见 那当然呢我们知道中美之间啊 这个 当然现在挺紧张的了啊 领导人的见面呢 有缓和局势紧张的作用啊 能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一些争议 不可能 但是有见比没见好 对不对 没见 这个紧张只会升高嘛 他不会自动降温嘛 但有见就有那么千分之一也好吧 对不对 中美和缓的这个机会就出现了 所以见面呢这个中美关系的和缓不是中美之间啊 是全世界都松一口气啊 对不对 各位承认这一点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啊 就是说中美领导人只要见面 保证 各位看啊 只要正式宣布 两个说中美领导人G20要在巴黎岛见面了 那股市一定大涨 对不对 黄金一定大跌啊 为什么大家对前景觉得 好像有点乐观嘛 对不对 市场反应都非常快 但是现在至少美方表示 这个 有 有 有 会去啊 那中国 外交部到现在 还没有正式宣布 是否 会去参加 G20峰会 当然很多人就追着问啊 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呢就表示说在适当的时机 时机啊我们会告诉大家啊 适当的时机会告诉大家 那掐指一算今天已经11月31号明天就11月1号距离11月15号两周 那惯例呢 一过去的经验外交部大概在一周前 这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 这个 这个就要讲话啦 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去嘛对不对啊 那但是见不见这件事情啊 现在外面甚至有传言 这个从西方媒体传出来的 说中方的外交人员呢 不愿意对中美领导人这件见面这件事情啊 进行会商 但这有点矛盾 因为前两天各位看到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啊 把这个驻华大使 美国驻华大使啊 这个早去了 两个人就聊了半天了嘛 对不对啊 那当然呢 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美国驻华大使说啊 他特别还研究了 这个习近平在20大的工作报道 这个好好的研读了一下 那也代表说 既然驻华嘛 表示人家也是很认真的啊 没有吊啰当 人家也在用力读啊 所以这个 这个中美之间的态度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前一阵子在 中美啊 中美有一个中美关系的 这个委员会的年会啊 习近平就发了一个 这个等于算是开幕致辞了 他但是他发的是贺信啊 用信的自信 在这个信上面他这样写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 一起努力 然后呢 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 然后呢 这个互相啊 这个等于是信任啊 还有最重要就是一起努力 和平共处啊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啊 合作共赢啊 这个找到呢 这个新时代中美 中美啊 正确的相处之道啊 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表示现在相处之道不正确 所以我们应该呢 这个一起合作 携手找到未来的 这个相处之道啊 那这句话也不排斥 就说G20呢 或许也可以谈 对不对 那我相信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恶化 并不是一个 主导方希望把关系搞恶嘛 对不对 这个再明显不过啊 当然现在美国一连串的动作 四同啊 如果你从 不友善的角度来看 这四同啊 宣战 对不对 挑衅的宣战 我们就讲嘛 前两天通过的那个叫什么 芯片法案 对不对 完全就是把中国半导体搞死啊 中国半导体搞死 是把中国产业搞垮 中国产业搞垮 是把中国搞垮 对不对 这个绝对不是说 哦半导体产业跟中国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就好像是那是一个外国人 对不对 明明中国半导体产业 攸关中国的未来科技发展 中国科技发展 攸关中国是否将来成为世界大国 你把半导体给杀了 那意思就是说你中国也 那个你说是不是四同宣战 对不对 还更不要说什么 这个芯片战 还有那个叫国防战略报告 那个也是啊 搞的那种意识形态 所以你说现在 这个节骨眼上 很多人想 我相信一定都反对 中国领导人去跟美国领导人见面 觉得说你天天揍我 要举例啊 我们举例来讲 在学校一样 天天被欺负 你天天打我 突然有一天呢 你跟我说 老弟啊 咱们两个一起坐在这边聊聊天 好不好 我心想 天天打我 我还跟你去聊天 才不要嘞 对不对 就这味道 就这味道 那当然呢 美方心来是表示出一副就是说 我要跟你谈谈啊 聊聊啊 怎么样 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啊 但实际上 现今的世界 我讲真的 严格来讲 一团乱 2022年的世界 一团乱 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别的 光是疫情 疫情的恢复 还没搞定啊 对不对 还没搞定啊 逐步开封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也没搞定啊 对不对 各国 被疫情的伤害 都还没回到疫情前啊 都没啊 好了 那这时候又冒出来 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造成的 这种持续扩大 甚至发生核战的概率 现在也高得不得了 你现在去问大家 说你觉得 今天跟一年前比 核战的那种升温 核战的 有没有可能性 可能性 有没有升温 大家一定给你点头 民意调查定百分之百 大家都觉得说一年前 我觉得不可能有 但现在 肯定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因为 这么 疫情后 经济复苏的问题 俄乌冲突的问题 能源粮食出现短缺 再来怎么样 通胀 全球通胀 这不是美国人通胀 不是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通胀 我们通通通胀 这个我不知道别国 新西兰现在通胀的一塌糊涂 对不对 官方数据都说还好 没有超过10 但实际生活 讲真的 跟我们生活比较平均的那种消费品 日常 食物用品 大概都30% 这真的 你要统计局都是把所有的数据加在一起 来平均值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会去用的 比如说 比如说木材好了 你怎么一天到晚买木材呢 但吃饭你天天要吃吧 对不对 他不挑那种 食物去做通胀 实际食物涨真的很多 所以新西兰政府这两天说要给公车司机加薪 调薪水了 当然这个钱 政府出还是老板出 反正 这个问题大了 慢慢再讲新西兰的了 好了 更不要说中美的紧张 升温 佩洛西 对不对 民说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 他就飞去飞去飞去 弄到最后 对不对 不是飞要去 不是坐飞机去 是飞要去不可 那个飞 不是那个飞 好了 那当然呢 这个 更不要说 就在这时候 各位注意到 还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 我也觉得这个早晚要出事 在 整个这个 那个俄乌冲突之后 这个世界正在忙乱的时候 土耳其 出头了 对不对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最近埃尔多安 在中亚地区 活动的非常频繁 甚至去那边打这个 桌球 就乒乓球 在那边打 那你就知道呢 他在拉拢这些突厥与国家 所以呢 这两天召开 这个突厥与国家的外长会议 下个月要召开一个突厥 突厥与的这个突厥会议 这个领导人会议 那突厥与是哪些 就中亚嘛 什么什么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还有这些就是一大堆 大家凑在一起 那其中最大是哈萨克斯坦 讲突厥与的在阿塞拜疆 大概有800万人 那哈萨克斯坦呢 大概有1400万人 吉尔吉斯斯坦500万人 乌兹别克斯坦2500万人 就光这四个国家 就两五千 五千多万 将近五千五百多万人 好 那加上土耳其啊 什么现在还有匈牙利也要凑进来 什么乌克兰也要进来啊 那这个组织啊 呃 他实际上2009年就有 但是呢 在去年吧 改名字之后 这个突然之间呢 就升上来啊 因为理论上来讲中亚一直是这个苏联的后院 那在苏联时代呢 这个虽然他是一个贫穷地区 但苏联老大哥还是照顾中亚啊 好了苏联瓦解 第一时间呢 西方国家就希望土耳其啊 代理西方进入中亚 第一你们的宗教种族文化都相近嘛 让埃尔多安说 那时候还不是埃尔多安 就说你们土耳其啊 帮忙去把中亚搞定啊 那当然呢 这个土耳其本身问题很多啊 你看最近通胀的问题一大堆问题啊 但是呢 这个后来接着这个 这个有这个俄罗斯嘛 慢慢的在中亚地区 还有中国啊 弥补了这个俄罗斯经济的这个短板 让一带一路呢 让这边慢慢经济也活起来了 所以呢 等于算是俄罗斯维持地区安全 中国维持地区经济繁荣啊 这个土耳其啊 就插不插没办法见缝插针啊 这个插不了手啊 好不容易等到哎 俄乌冲突啊 这个俄罗斯的维安的这块力量就下去了嘛 虽然今年初哦 哈萨克斯坦政变哦 当时那个托卡耶夫啊 基本上暴乱了 对暴乱顶不住啊 就跟俄罗斯这个普京啊求助 说啊这个来帮我 那普京以那个集安组织的名义啊 就立刻派了俄罗斯的空降兵嘛 刷就到了哈萨克斯坦 搞定了 对不对 抬高了托卡耶夫的地位 削弱了啊 纳扎尔巴耶夫的地位影响力给削弱了 好了 那照讲托卡耶夫呢 是不是应该 资恩土豹嘛 救命恩人嘛 你是不是应该跟着普京走 No 俄乌冲突之后 他已经啊马上不再当他那个 普京旁边温顺的小伙伴 他已经说他不支持乌东 不承认了 乌东地区 他不承认了 属于俄罗斯的 对不对 就代表这个后面 有一股开不见的力量 那个叫做土耳其来了 对不对 那当然呢 他们是有种族啦 文化啦 什么宗教方面的共通性 但土耳其后面还有谁 没错 大家都知道了嘛 对不对 土耳其都自己苦哈哈过不下去 他跑去那边干嘛 当然有人说土耳其啊 是要凝聚突厥人力量 这个是口号啦 对不对 要吃饭啦 凝聚大家抱在一起啊 不要吃啊 不可能嘛 取暖可以啊 这个吃饱饭呢 更重要啊 所以呢 这个土耳其啊 他财力不见得够了啊 他甚至最近啊 放话啊 跟俄罗斯说啊 我帮你啊 做这个代理 能源出口的国家 你把你的石油天然气 对不对 送到我再来 我我我做那个 算什么经销商啊 你是供应商 我帮你销售 以前是产销一条龙嘛 现在透过代理人 我帮你卖 那中间赚差价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不赚差价 他那么好心帮你 对不对啊 所以你说世界上啊 那个爱尔多安当年啊 普京也救过他啊 政变的时候 要不是普京打电话 叫他跑啊 他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啊 好了 那没办法 每个人都自己的利益嘛 好了 那土耳其在这一块啊 的影响 中亚的影响 对于中美之间 未来也是一个变数啊 因为中亚就是 也等于是中国的后门 一带一路的大门 这个中亚的稳定 中亚的地缘政治 现在在谁的影响力上 对中国那影响大了 不可以低估啊 所以各位注意到 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的出访 第一站哪里 没错 哈萨克斯坦 干嘛要去 就是因为土耳其在这里啊 已经开始动作了 对不对 当然跟中美关系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啊 这个全部都是 后面有代理 这个代理人的嘛 埃尔多安代理谁 对不对 就是那个住在白色房子里面的人嘛 很清楚了 世界局势的变化 我就讲2022年啊 那真的是三个字 一团乱啊 很难去看透或分析单一事件 每个事件它全部都是有串联的 有关系的 然后的关系还有大小高低 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呢 最令人更担心的是 在最近的 美国这个国防战略报告当中啊 似乎已经呢 勾勒出了一种所谓新冷战的思维开始了 对不对 因为新冷战这样讲啊 冷战呢 是比竞争更激烈 人类文明啊 我们人类文明 从古至今不断的竞争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有那种奥运会 就是说 在古希腊的时候 他们就说我们不要打仗了 我们通过运动会 对不对 比如说大家在那搏击啊 跑步啊 对不对 射标枪啊 那时候没有什么体操啊 什么游泳还没啊 就由那些项目呢 我们就不要打仗 来决定输赢 其实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呢 就是在竞争 学校考试也是竞争嘛 对不对 竞争是无所不在哦 小到个人 小到社会 大到社会国家 都在竞争 国与国之间 也是竞争 对不对 我想这点各位都同意啊 好 在竞争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到历史 到最后 就是 竞争冷战到热战 对不对 比如说不和嘛 古代那个叫做不和 对不对 两边闹脾气不来往 那有点叫冷战 接着呢 最后打一仗 热战 当然呢 在那个冷战到热战的当中啊 最重要的推力啊 是那时候的经济不好 出现了一些 经济上不稳定的啊 如果我们最说在最早在1709年 西班牙王位争夺战的时候 西班牙经济不稳定 对不对 争夺王位打了一仗 对不对 那另外17151757年 1757年的七年战争 也是因为当时经济不好 对不对 1800年拿破仑战争 也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1917年一战 也是啊 对不对 到1939二战 全部都是跟经济有关 都是因为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现在世界经济因为疫情后通胀 这些一大堆因素 很可能就是下一次大战的导火索 对不对 像那个70年代 当时也是经济不稳定 后来打了一个1973年赎罪日战争 也是跟整个世界大环境 当时的经济通胀啊 什么都有一点关系 所以现在我来看也挺担心的 就是随着现在 譬如说全世界这种出现的通胀情况 让中美冷战 这个是已经 美国现在最近的那个国防报告 就说了 已经说明了 说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新冷战开始了 第二次新冷战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当时在那个那份战争报告 我想前两天国防报告 我们有讲过 他基本上就是勾勒出 中国就是美国的假想敌人 很明确的 对不对 上周五有讲 非常的明确 讲得很明确 在这个上面 我这里就不多说 但是重点是 这个冷战开始之后 他这个冷啊 我们可把他分成几个等级 对不对 这个就是譬如说 像那个冬天嘛 这个刚过零度 零下五度 零下十度 零下二十度 零下三十度 对不对 这是有渐进的 有那个啊 这个冷战是有渐进的啊 那这个冷到最急 起点之后呢 就 就炸了 就热战 就开始了啊 那现在要做的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要慢慢把这个冷战的速度啊 要放慢 那这件事情要脱久啊 对中国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中国我想中国领导人很清楚 这一次二十大结束之后啊 这些天呢 这个领导班子正在换 正在换很多下面的各重要部门的主管啊 也看得出来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领导层啊 他正在整整理一个叫做战斗队型啊 战斗队型啊 更加的在未来的五年上 面对国际局势巨大变化的时候 这些领导班子里面 有更多不同的思维 做出啊 更周全的应对啊 这句话现在现阶段来看 不一定你看了 我们看得出来啊 但我相信未来五年 这个战斗团队啊 会比上一届啊 或上上届啊 他们有更大的压力 就是他要面对的国际局势 还有国内的变化 是更加的快速以及剧烈 当然呢 这个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不管局势如何变化 这个所有中国人前进的脚步啊 不能停止 对不对 我们还要努力前进啊 每个人要努力前进 因为平良心讲了 过去的中国人对不对 都很努力前进 现在的中国人也很努力前进 对不对 那未来的中国人呢 应该也要努力前进嘛 对不对 继承这些 这个这个过去的 大家努力的成果 继续往前走啊 走向世界大国的过程啊 这非常重要 当然就像我们常常去一些 欧洲旅游的时候 大部分我们都会去一些什么 古迹 对不对 像我有一年跑到意大利去 哇 站在那个什么很多那种 那种古迹里面啊 我就在想 那几千年前啊 大概 对差不多了 一两千年 前当时的这个盛况啊 在感受啊 甚至到旁贝古城啊 哇 想当时的人怎么生活啊 在感受 对不对 我站在那个地方 那时候的感受 我觉得 就像很多人旅游 都有像我这种体验嘛 对不对 像走万里长城的时候 我也特别忘一下 想说当年那个 这个那些官兵啊 每天看着官外 那些坏人的时候 对不对 什么匈奴啊 怎么来犯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这个我也有过那种体验嘛 我想很多人都有啊 但是呢 这个也看得出来呢 这些帝国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世界上了 但是呢 这个只要我们努力 获得我们的子孙啊 我们最好这代不要碰上 也可能是我们下一代 他们有一天呢 出国旅游的时候 会去一个叫做国会废墟之旅啊 就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啊 在那些建筑物啊 已经可能已经荒废的建筑物那边呢 在想说哇 这个五十年前啊 这个国家那么棒啊 那么好啊 如今啊 看起来啊 只剩下残垣断啊 哎 真是啊 真是啊 对不对啊 真的有可能啊 当然呢 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臆想啊 但也不希望这样啊 但我们还是希望呢 人类避免冲突 很重要 也希望呢 这个大家努力更重要 好吧 那当然呢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这个 我们啊 我希望所有的观众啊 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 给自己拍手一下 对不对 代表不管你是过去努力过 你现在正在努力 还是未来你会继续努力 我们给自己掌声鼓励 好吧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